如果真的有這樣的機會的話 就機會教育 不要躲避 然後用很健康的態度去跟他們講 不要開玩笑 也不要一副很慌張的樣子 好 來 再來看到下一題 孩子指責父母親的生殖器官的時候 該怎麼說 醫生說他們通常遇到會問的是說 為什麼妳跟我長得不一樣 所以不同性別的話 第一個不同性別 第二個大小不同 第三個他有沒有發育成熟 樣子也不一樣 所以比如說他們睡常 我朋友說有一次他女兒問他 他覺得很囚 為什麼妳的有毛 會 然後當然妳也是知道 他沒有創造力 他就說妳長大了也會 是 像我女兒就會說 媽媽 為什麼妳的胸部 像裝了氣球一樣呢 那我什麼時候 也會像裝氣球一樣呢 我說大概再隔個四五年 就差不多是這樣子 妳可能會比我吹得更大 其實說真的 大概有一個小訣竅 就是如果當小女孩 或說為什麼我現在沒有 其實反而用疑問代答 就是說 因為妳太早有的話 妳會長不高 那我不要太早有 因為性早的時候 的確會長不高 那就趁這個機會 再把她的問題塞回去 那當然不是說不回答他 而是跟他講說 因為妳時間還沒到 所以妳不會有這個現象出現 當妳出現的時候表示 妳已經長不高 妳已經長大了 那他就會相對來接受說 我現在是小朋友 所以我現在沒游 然後我可能長大到某一天的時候 就會游 OK 所以其實應該是盡量去 針對他的問題去回答 而不要說妳長大就會游 這樣子他們不會接受的 孩子開始觸摸別人的 生殖器的時候 就通常是比較小孩子的時候 對 通常可能像我們家 弟弟一歲多就會啦 是 對 那其實那個時候就是說 妳盡早教育的話 它就越不會有一些 道德的罪惡感 是 妳太大去教育它 才開始教育它的話 第一個它那種罪惡感 就會比較重 第二個它可能闖下的禍 就會越大 越來越大 對 搞不好會有一些這種 法律上面的問題 所以我是覺得說 從小教育它 就是你自己的 不是只有生殖器而已 你的身體 其實就是你應該保護的 是你擁有的 你擁有 你要尊重 就算爸爸媽媽 對 就像爸爸媽媽也要尊重你 我覺得從小這樣的觀念的話 他長大之後不太容易會預舉 而且有些爸爸媽媽很大驚小怪 他看到小孩有這種動作的時候 他就開始想說 我這個小孩完蛋了 他從小就有性方面的飄什麼什麼 我覺得爸媽的態度很重要對不對 要怎麼樣去反應 然後通常有這樣的行為 是正常的嗎 很正常 因為的確就是 甚至像女兒問說 為什麼我沒有 對 然後就問說我沒有 那當然就開始 開始就是想辦法機會教育說 因為女生跟男生就是不一樣 構造的不同 然後就開始我還會列舉 男生跟女生 有哪些不一樣 讓他知道原來還有那麼多不一樣 那就他能夠接受一個不一樣 其他很多不一樣的 他覺得那我就可以接受 一起接受了 通常你們家是你做這個事情 還是... 我做 接受別人家的小孩 去你們家受教育嗎 可以來個集訓嗎 來個集訓 對 其實應該是... 真的是撐機會 因為你很難 在他不知道懂不懂的時候 去灌輸他太多知識的時候 他可能搞不好完全沒興趣 或者是吃不了那麼多知識 或者他也聽不懂 對 當他真的想發問的時候 是最好的時間 去火力加強的時候 是 OK 我再補充一下 我覺得 其實就像心理症狀一樣 任何的症狀看起來是負面 但其實都有它正面的作用 如果... 例如說我的小孩去觸摸別人 例如說學校裡面小朋友的生殖器 我除了告訴他不行之外 一個NO之外 我會告訴他YES 什麼叫YES 就是說那我會問他 就說你為什麼想要碰他的那邊 他可能說我好奇 或是說我喜歡他啊 其實好奇有好奇的解決方法嘛 對不對 像張醫師這樣 用知識來滿足到好奇 喜歡他有... 喜歡他可以接受的方式 同性可以拍拍肩膀啊 怎麼樣 我覺得就是父母在給小孩 很多NO的時候 其實不要忘了 去探訪 給他一個YES 給他一個YES OK 他就知道下次我有這樣感覺的時候 我怎麼樣表達是可以被接受的 好 再來下一題是 當孩子看到電視或電影上的 親密行為畫面的時候 孩子多小可以讓他們看到這種畫面 因為我們現在電視電影有保護集嘛 所以我們家永遠都是 摸摸台 悠遊台 不是啦 但是例如說我們自己看DVD 然後小孩子又突然跑進來 而且如果這個時候 我們突然間又把他轉走 是不是更糟糕的 然後一看他轉走 結果他們就會覺得 對 我就說叫我女兒 我女兒突然跑進來 我說把眼睛閉起來 他就這樣偷瞄到底在幹嘛 迫使我必須要把那個DVD暫停 對 當我們做這種動作 好像他們就覺得 好像他們就覺得 察覺其中必有詐對不對 你越躲他 小朋友就越好奇 而且其實說真的 現在就算看摸摸台 偶爾也是有了何天 昨天有看到某一台 然後就內衣廣告 對啊 我就覺得說好像不太好吧 但是小朋友看了也沒有覺得怎麼樣 也沒有覺得怎麼樣 你也不要說轉台 但是可能當他真的長到知識夠的時候 就說這個是因為他在做廣告 或什麼的 不是說隨隨便便穿個內衣到街上跑 這樣其實就是應該 當他沒有疑問的時候 其實講他會覺得 你幹嘛跟我講這些 我又不會覺得這個是什麼的 當他開始會問的時候 或者是當你覺得他懂的時候 就趁機會趕快問 會有小朋友什麼都不問嗎 沒有 會不會 像我們小時候 什麼都不敢問爸媽 會有 就是說如果小孩子 平常在家裡面看到爸爸媽媽 就是會親親、會抱抱 他會覺得很正常 他看到電視上這種親親抱抱 他不會大驚小怪的 會有這種情況 會有嗎 對 好 所以如果當你的小孩不問 有時候父母親要主動出擊吧 沒有 因為我女兒吃醋 你女兒吃醋 那就趁機會教育 就只好有機會教育 就是說因為爸爸媽媽結婚 結婚聽不懂就說 因為喜歡在一起 然後又跟大家說 我們要結婚 所以他吃媽媽的醋 是的 當這個畫面的時候 盡量也是不要慌張 是 所以總而言之 我們不要慌張了 爸爸媽媽 就是很自然的機會教育很重要 好 來 下一題 當孩子偷看色情片 或是上色情網站的時候 爸爸會說 來 跟我一起分享吧 是的 是嗎 是的 如果是男生的話 女生我也會 女生也會 因為其實事實上 我以前國中的時候 我最記得一個同學跟我說 他的某一個同學 媽媽說要跟他一起看A片 然後我們聽得都好羨慕 事實上 我覺得後來長大之後 我覺得 我覺得其實應該真的要 真的要是不是 因為現在小孩子的資訊 太雜了 太多了 那你越去防他 他就越會 像我現在看到很多社會新聞 其實就覺得說 當然可能跟個人行為有關係 可能跟教育有關係 也許很難講 但是當小孩子有這樣的行為的時候 應該是想辦法讓他知道說 什麼叫做 好吧 情色 什麼叫色情 什麼叫做 對 就是不要去躲 因為躲的話 小孩子就是 你總不能24小時盯著他說 你在做什麼 是 因為不可能的 所以 就是封鎖不住 對 不可能封鎖不住 好奇心很強 尤其當他不會用電腦 當他國中高中 還不會用電腦的時候 你應該擔心是他怎麼辦 他怎麼以後求 對 因為其實到外網路上的資訊太多了 對 同學互通有無的資訊也太多了 你防不了 而且他們現在都有去申請 那個就是公司 那會過濾嘛 就是18歲 就是有一個 你可以去申請一個服務 就是 對 你去點那些網站會被拒絕這樣子 可是我想他應該還是會去網咖 當你的小孩子聰明到可以去破解的時候 那他比你還厲害 而且他比你更有機會去接觸新的東西 是 沒錯 如果跟你兒子一起看攝影片 那你們會討論一些什麼 就是可能要類似像看電視 現在就約法三章 你就是你把自己的事情 就是還是可以看是不是 對 但是你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完 要把自己的功課顧好 然後你不可以做壞事 等等這些 那不然的話沒辦法 因為你就要沒辦法 因為現在小朋友